我是神奇海螺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期如何在Supreme日本官网进行抢购的一期纯干货的视频 这期视频呢也是为了许多刚刚入坑Supreme的新手做的 其中包括了很多新手经常会问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顺便想提一句就是这期视频里所提到的一些抢购的小的技巧呢 都是百分之百适用于日本的官网 但是不保证适用于欧美的官网 那欧美的官网呢各位可以亲自去实践认证一下是否可以适用这些技巧 那首先呢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很多新手经常会问就是啊我之前没有买过Supreme在官网上 那我要买的时候不是要输入地址什么的 不是会第一次的话就会非常的浪费时间 那其实呢第一次你不用买也是可以保存你的地址的 首先我想强调一下各位千万不要在官网下单之后 然后邮件联系Supreme去取消订单啊 这样的话有非常大的几率进入Supreme的一个黑名单 那之后你就甭想买Supreme了 所以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在官网上取消订单的 那如果你想保存你的地址的话 其实很简单 首先把你要的东西随便哪样都可以啊 先加入一下购物车 然后进行到付款的这个界面 那在这个界面呢第一次在Supreme官网购买的朋友呢 呃这边的个人信息住址这一栏应该都是空的 然后你首先填好 然后这边的保存地址这个一定要打勾勾上 勾上之后呢你只是只要在付款信息这边啊 信用卡选择一个乱填填一个错误的信息 然后利用规则这边呢也不要打勾 然后你点购入的话 其实呢就 无法购买了就 但是你的住址等等等等的信息呢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都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啊 然后你再把你的购物栏东西都清空了 然后再刷新一下网页试一下 那我之前试过呢 不出意外的话 你刚刚填写那些地址信息呢 应该都是会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新手第一次在官网买Supreme的时候 呃如何保存自己的地址 那等到每周发售之后呢 就能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完成你的买单结账 另外再给大家提两个强购的时候 小的一个技巧 那首先你要明确知道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处在官网中的哪一个位置啊 如果你是呃电脑版的话 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美国官网的话 那英国官网先发售你可以先去英国的官网看一下 就是要发售的东西啊 他这个具体所在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你在美国官网等待更新的时候呢 你只要点刷新那不用点F5 最快的一个方法就是点他左边的这个分类栏这边啊 物品的一个分类栏这边呢 点一个哦也好 或者点你想要的一个夹克的话就点夹克的分类 那T恤的话就点T恤的分类 以鼠标单击这个分类栏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刷新呢 这是最快的一个方法 那然后你看到你心仪的商品上架了之后 因为你之前已经调查过我们的英国官网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应该可以最快的一个速度就找到你想要买的一件商品 那立刻点进去之后立刻加入购物车结账 那这边呢再教大家一个能够更快更快更快结账的一个小技巧 那这个技巧呢在日本这边呢 很多日本人应该是都在用的一个技巧 那我不知道各位在美国官网欧洲官网是否就是使用过这个技巧 那日本的话这个叫做 这个技巧呢实际上就是利用了Supreme官网的一个特性啊 那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就是Supreme官网的话 它其实购物车是通用的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新建一个 不是我是Chrome浏览器嘛 我就新建一个Chrome的窗口啊 这边也点Supreme 那我在第一个窗口 比如说我第一个窗口加入购物车 那这边已经加入购物车了 然后你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 那其实第二个窗口的购物车里面呢也有了这个 你在第一个窗口中加入购物车的东西啊 就是这个袜子 大家看是通用的啊 这个步骤呢是在这一步进行的 那把你的所有信息都填上 包括利用规则也check也点一下 同意之后 你在第二个窗口呢 把这个 你已经加入购物车的这样随便什么东西就把它删掉 那其实在这一步呢 你先前填了信息的这个页面里的购物车呢 也已经被清空了 如果你点进去的话就肯定能够看到它就是已经被清空了 但是千万不要动 就保持它这个付款页面完全已经填好信息的一个状态 然后准备场新要上架的Supreme的单品 那讲到这一步相信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明白 它这个技巧了 就是你在这个页面 第二个窗口这个页面呢刷新Supreme 那等到新东西上架之后呢 你就立刻点进去加入购物车 加入购物车之后呢 正常的步骤的话不是要在这个页面 然后再去进行到付款页面吧 但其实你开了两个窗口的话 你就加入购物车之后 立刻就可以去点第一个窗口的这个购入这个按钮 因为它购物车是相通的嘛 其实第一个窗口的购物车里面呢 已经放入了新的Supreme的一个商品了 所以你立刻点击购入的按钮 这是手动网页版最快最快的一个购买方式了 非常的快真的非常的快 那基本上是我觉得应该是人手能够做到的一个极限速度了 那主要耗费的时间呢 就在你第一步要找商品的这一步了 如果你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有观察过商品的位置 那你加入购物车的速度应该是会非常的快的 然后用这个方法立刻购买 这样的话 手速快的同学可以做到在十秒之内吧 我觉得十秒之内应该是可以的 那这就是一个 日本官网的一个手动购买的一个小的技巧 那这边就交给大家 那还有一点就是 最后提一点就是这个图像验证的这个问题 很多人说哎呀我官网购买东西 每次都要跳谷歌那个图像验证 那这里呢 关于图像验证呢 其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要用谷歌的chrome浏览器 然后你要有注册谷歌的账号呢 并且登录他的账号 而且你的账号呢 要在谷歌浏览器上使用过一段时间呢 他有一些使用的记录啊 之后呢你用谷歌浏览器 chrome浏览器 在supreme的官网抢购的时候呢 就基本上是不会跳出这个图像验证了 因为他今一般把你给判断为人了 不是把你判断为机器人了 不知道各位学会了没有 赶紧实践一下这周cdg的联名 说不定就要用上了 特别是日本信用卡绑定的可能性是90%以上 所以手动学会了这一招之后 说不定你就能够抢到cdg的联名 然后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呢 别忘了点赞收藏投币转发 然后关注一下我的b站 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呢 现在呢进行一个一万粉的抽奖活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动态 那我是神奇海罗 今天的一个干货像视频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个视频开箱再见吧 拜拜